想不想吃这个 想 自己拿着吃 永蓉谢过皇妈吗 永蓉谢过皇妈吗 真乖 哀家听说 孝贤皇后临终前 还举荐了你为季后呢 想是 传言有误吧 臣妾 哪里配为季后啊 没事 坐下说吧 是 对了 姐姐 怎么都不见三二哥呀 永蓉说 几位年幼的皇子 过于劳累都起了口疮 便亲自到太医院 拿些金银花来 给大家熬水喝 想来也是该回来了 果然还是三二哥 深明笑地这一 瞧这一个个的 都巴结得不遮不掩的 没有没有喜欢 便多喝几碗 姐姐今日真是辛苦了 哪儿啊 大家都辛苦了 去把永齐带过来 是 姐姐 方才我听到永齐有两声咳嗽 我带她去太医院看看 那就快去快回 路上别着了疯了 嗯 贤额娘 儿子告退 走吧 今儿 今儿多云有姐姐主持大局 一切才能这么妥妥当当的 哪儿啊 各位妹妹 照应得好 百质 赶紧 把你 你 让我看 你 你 和我 拿易子 我 给你 你可万万记得 千万不能哭 知道吗 但是贤和娘说 每个人都要哭得很伤心 不然皇阿玛会生气的 那是平时 当天不一样 当天所有的阿哥跟公主 都会哭得很伤心 你如果可以镇定自若 你皇阿玛会对你另眼相看 因为你是众多痛哭流涕者当中 唯一保持清醒的一个 为什么 因为你皇阿玛失去的 不只是一位皇后 还有妻阿哥这位嫡子 所以她现在需要的 不是众多的孝子 而是能够不被悲喜所影响 能够有机会成为太子的阿哥 儿子明白 余娘娘安 三哥好 五弟好 三阿哥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哦 永章见几位弟弟 因为劳累都起了口疮 特去太医院取些金银花来 给弟弟们煮水喝 三阿哥有心呢 余娘娘过奖了 那永章先行一步 去吧 来 永齐 我们走 手机儿个累坏了吧 谁说不是呢 溜溜地忙了一天 哎呦 我这腰啊 我这腿啊 没一处不疼的 您慢点 这不都是生永章的时候 落下的病吗 奴婢一会儿给你好好按按 哎 本宫这才知道 这执掌六宫 也不是件轻松的事儿 事无巨细 事事都要操心 又不能得罪谁 若是日后 儿子给额娘请安 永章回来了 快起来吧 额娘 儿子有话对您说 说吧 可心 推行 是 说吧 什么事儿 给御主和吴阿哥请安 御主 怎么带着吴阿哥来了 方才我听 永齐有两声咳嗽 本来想带着他去太医院 永齐惦记着皇上 说 要来跟皇上请个安才肯去 吴阿哥真是孝心哪 可是皇上这几日都不大见人 恐怕 孝贤皇后先逝 和宫的人都满心悲伤 皇上也应该当心龙体啊 永齐 你花阿玛正在忙 咱们不便打扰 这样吧 你去殿前给花阿玛磕个头 把咱们带来的参汤留下便是 是 去吧 儿臣永齐给皇阿玛磕头 皇阿娘先事 儿臣和皇阿玛一样伤心 但请皇阿玛顾念龙体 不要让皇阿娘在酒泉之下担心不安 请皇阿玛喝点儿臣炖的参汤养养神 儿臣告退 好 知道吗 其他人 伤心不安 eating 皇阿玛 宇妃 你也一块进来 是 原以为 于飞是个安分守己的 原来却也动了这个心思 那 额娘的意思是 吴阿哥即便是不哭 额娘也有本事 让他哭就是了 倒是你啊 要好好学着于飞的教导 冷静持重才是 儿子多谢额娘教诲 额娘不心疼你 心疼谁啊 永皇不过是额娘的养子 除了他以外 在阿哥当中 你是最年长的 若你能得到 皇阿玛的喜爱 当了太子才好呢 更何况 我们还有孝行皇后 临终前的一份取见呢 皇额娘崩潜 倒还顾念着你 那是他欠咱们的 当年若不是他早早 就把你送去了协方殿 我们怎么会母子分离呢 若不是他 让那些嬷嬷们 蓄意把你宠坏 你皇阿玛怎么可能不宠坏你 如今他都去了 也是该还给咱们了 和娘的心愿 就是儿子的心愿 皇上这符字 是写给孝贤皇后的 是给孝贤皇后的 书碑附 以尽朕的爱死 皇阿玛对皇阿娘真好 你皇阿娘在的时候 皇阿玛没有对她更好 心里很是难过 儿臣知道皇阿玛难过 所以就炖了身汤给皇阿玛 你说这身汤 是炖给皇阿玛的 告诉皇阿玛 里面有些什么 这个身汤叫四身汤 里面有子丹参 南沙参 北沙参和玄参 入口甜苦醇厚 有意气补中之效 入口甜苦醇厚 你替皇阿玛喝过 是啊 二十四孝中说 汤要非口清肠 服尽父母 所以儿臣也尝了尝 怕太苦 皇阿玛不愿意喝 好孩子 皇上 您尝尝 皇阿玛 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儿臣已经全明白了 可是今天大哥 好像说了一个什么典故 儿臣还不大懂 你大哥说的什么典故 永齐 你皇阿玛可是学贯古今 不似额娘 一问三不知的 今日儿臣在长春宫给皇阿玛敬哀礼 经过片殿时 听到大哥很伤心地说什么 明神宗宠爱郑贵妃所生的第三子 朱长徐 不喜欢长子朱长乐 还说什么明朝有忠神 所以才国本之争 自己却连朱长乐都不如 儿臣不知道朱长乐是谁 大哥为什么拿他跟自己比呢 儿臣还听到大哥跟大嫂说话 没敢多听就走了 你在给皇阿娘敬哀礼 他们夫妇在窃窃私语是吗 不是窃窃私语 大哥说皇阿娘崩氏 兄弟中唯我居长 自然要多担当一些 我觉得大哥说得没错呀 皇阿玛 是不是儿臣说错了什么 皇上 永齐年幼无知 若真说错了什么 臣妾替永齐 向您请罪 玉妃 你起来吧 朕知道你不懂这些 即便是如意 也很少看前明的史书 永齐还小 这些话只能是听来的 永齐 过来 不要再胡说了 知道吗 永皇真是朕的好儿子 自比不得主的朱长洛 那永章呢 也如朱长洛 有夺太子的心思了 只怕 也是仗着生母的缘故吧 仗着生母的缘故 皇上是说 纯贵妃要立为季后的事 你说什么 难道不是吗 难道不是吗 臣妾在宫中听人人都说 孝贤皇后临终之前 向皇上利剑 要让淳贵妃成为季后呢 原来如此 永齐 你和玉妃退下吧 maintenant 我先向皇上 你和玉妃 要和玉妃 应该是 更好 难道是 你和玉妃 你和玉妃 这些人都能解决 我 这些人都能解决 回去 我 不会 谢谢 怎么 他 这是 我的気